当地时间12月30日星期三 美国股市开盘走高 主要原因是投资者希望新冠疫苗的推出 和更大的财政援助 能帮助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在2021年从疫情导致的经济低迷中复苏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盘时上涨79.42点 0.26%至30415.09点 标普500指数开盘上涨9.15点 涨幅0.25% 报3736.19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开盘时上涨56.29点 0.44% 报12906.51点